現代這部電影在威尼斯出征時 可以說是非常厲害的播放後 現場觀眾暫立拍了六分鐘之久 來到香港首映 各個演員這晚都打扮得非常漂亮出席 古仔還說這部電影他自己非常有信心 出席完威尼斯影展首映後 電影與外導演鄭寶瑞 就率領戲中演員古天樂、陰賢齊、葉璇 韓雨淳、林雪 出席這晚在香港的人的首映禮 而監製杜琪峰也來到捧場 對於威尼斯首映時 電影受到影評人一致好評之外 當地的觀眾看完這部電影之後 並故障達六分鐘 觀眾反應這麼熱烈 古仔和導演都說現在心情都很興奮 這個時候大部分都是外國人 而他們認同這部電影 我自己覺得很開心 因為始終我們拍了十七個月 很希望大家覺得這部電影是一部好戲 但當時他們的反應很好 所以我也很開心 我知道瑞靖是… 熱淚盈康 不是 熱淚盈康 他說他只是盈著 沒有流出來 但那一剎那你真的覺得很感動 看到他這樣 辛苦了十七個月 即是等於一個小孩子 懷胎十月… 對 你自己的心情有平復嗎 其實也沒有 因為去到那邊 剛剛今早下機 還未平過威尼斯的心情 今晚就是香港首映 很多事情都保持著 對,很開心 不知道是否因為 有觀眾的支持和鼓勵 有分角族威尼斯影展 最佳男女主角的故事和葉璇 對於能否獲獎 他們都充滿信心 影帝很有信心 我自己真的很喜歡這部電影 是有信心的 但我覺得影帝不是我控制 最重要是拍到一個好的電影 其實有信心 這次威尼斯之行 葉璇更被外國傳媒封為東方女神 不過在戲中 Michelle就放下一個靚字 希望用演技來得到大家的肯定 她不是為了美女、美女 每個人都扮醜樣 其實這部電影 起碼是扮普通人 特意染白了頭髮、笑齊他們 故事都特意扮地盤工人 但是這樣才考到大家的表演功力 怎樣抹殺自己以前的光環 做一個真實的角色 這是很重要的 是否意味著 實力派影后方面去這個方向 我努力 你在努力 我會努力 但其實我們成團隊的努力 都很重要 所以令到現在這個作品 每個角色都很出色 能夠代表作品楊威海外 同樣有分割 最佳男主角的任賢齊 當然覺得很榮耀 所以這次出展威尼斯 小柴也要帶女友Tina一起同行 分享喜悅 林先生也說 今晚你們都會浪漫浪漫 是嗎 我老闆說的話 真的很適合她平時說的 不是浪漫嗎 說真的,威尼斯 是一個很浪漫的地方 是 因為我還沒帶Tina出去玩 是 所以我想不如不可以帶她出去走 你自己自己結婚 是 我覺得安排這件事很麻煩 是 我看見我做手結婚 頭都暈倒了 我就覺得我結婚物更大 是 所以我擺走 是 香港可能找不到這麼大的地方 所以慢慢 而這陣子三位天皇天后 被揭發秘密結婚 和他們三位在電影上 都有合作過的 杜其鋒導演 對於這件事 都有自己的頭髮 作為一個藝人 即是 他們都 私生活應該有多點自己自由 他不想告訴大家 都是 希望大家開心些 或者 亦都是 他有自由去表達他自己 如果狂吹猛打 要這樣的話 其實是 挺不尊重別人的 他們是一個好的演員 他們各個都是一個好的歌手 讓他們在前面好看 讓你們看到 他後面做甚麼 就任由他 原諒他們做甚麼都可以 你的朋友 劉德華 劉德華 你結婚的 被人批評到暈倒了 現在怎麼辦 人家的家事 我們不要理人那麼多 特人開心就行了 好了… 恭喜